尊敬的蔡老师 尊敬的称德法师慈悲 没关系 也就是我们敬爱的蔡老师 成就了另外一个阶段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的慈悲 我们今天也请蔡老师来到我们 称德法师 光临我们的道场 这是一个荣幸 然后还为我们青年团 特别的来一个座谈 关于我们现实生活 学佛等等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 好好把握机会 有问题真的要问 不要害羞 师父我们先翻英文 好 So our most venerated respected venerable 成德 aka teacher chai before he was an ordinate as a monk has now visited our Amitabha New South Wales Association this is a very very rare opportunity to have him here in person and even more than that is we a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him giving us a one-on-one you know sessions on you know helping us navigating through problems in life you know it can be Buddhism it can be just daily life whatever stage you are in so please don't be shy take this opportunity and ask questions all right all I'm asking is just baby raise your hand so that I can translate one by one okay 师父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讲你就开始翻了 今天很高兴 看到这么多年轻的人者 我们可以一起参与来探讨 人生 因为青年是家庭 包含社会的希望 因为家庭社会 之后是要靠你们的 所以你们 能够 对人生能看得更深 看得更远 那这个是家庭之福 也是整个社会 未来的福气了 那我们 人生过程 有几个大的部分 像 大家所处的年龄 可能还有学业 要努力 包含 进一步 进一步呢 有事业 要经营 要发展 还要进一步走入家庭 这个婚姻 家庭的 一个经营 这都属于 这都属于比较大的部分 针对这些部分 大家也都可以提出问题 我们一起来讨论 因为我们祖先 毕竟留了五千年的文明 五千年 处世待人的智慧 我们是有 这个姻缘 可以沉传这五千年的智慧 来经营我们的人生 人生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听过长辈 说 假如我的人生 可以重来一次 我一定就不犯哪些错 问题是 人生可不可以重来 不行 所以假如我们能先 沉传 老祖先 沉传主世道 这些圣人的智慧 那我们的人生 可以看得更深 看得更远 可以经营得更好 好 那 沉传先 就刚刚 我们 有提过 提上来的问题 回答完 可以在 现场 我们可以再讨论 再提问 那有一些问题 那有一些问题啊 也是 可以互相 讨论的 到时候 大家有 不同的想法 角度 都可以提出来 好 好 第一个呢 如何在 繁忙的生活中 恢复 平静的 心境 那 现在人的生活啊 节奏 比较快 好 比方说 一睁开眼睛了 快快快 刷牙洗脸了 快快快 吃饭了 快快快 赶车子了 好像一天 节奏都比较快 现在的生活步调 相对是比较 紧凑的 那我们修行 修什么呢 修不被境界影响 就是 这个生活节奏啊 比较快 但是你的心啊 不要急 比方说 你真的遇到了 要赶车子了 然后你是用跑的 但是你的心呢 不要随着跑啊 急躁起来了 你的心可以安在 佛号上面 你的步伐可以快 但你的心不要随着它急 我们在一切 静缘当中啊 提醒自己呢 不要被这个境界 影响了自己 大家念那个 打地中的念佛啊 大家念过没有 快不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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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快不快 你的心急不急 你不能因为念地中 把念到心脏快 快跳出来了吧 因为念佛是为了设心啊 透过这个念的速度快啊 它是训练你不要妄念进来 这个正念一个接一个 不要让妄念进来 不要让妄念做主 这个速度是快啊 可是你的心是定的 不要跟着着急起来啦 所以其实我们 随时在境界当中 都在练这一颗心啊 那 生活比较繁忙 那我们能不能让这个繁忙的节奏啊 可以缓下来 有可能呢 是因为我们的做事 的方式啊 需要调整一下 老祖宗 老祖宗有说啊 今日是 今日是 今日必 假如 我们有习惯啊 就是做事都拖延 你拖延的事情啊 拖到最后就很急 你每天都在应付那个 明天一定要处理的事情 那你的心 当然会急了 假如 我们都是 今日是 今日必 很多事情不往后拖 我们做事情啊 都有规划 大家有没有一本 这个schedule 一本本子 我每天做什么事情 或者这是一个礼拜要 要教的东西 我可不可以 这七天 我每天排一个 一定的进度 然后 从容的 把它做完 还是说 我前面 五六天 都没有用心 这几在 第七天才去做 那你 你当然 时间很赶 你的心也会很急 所以我们在 生活当中啊 也都是在 锻炼我们 做人 做事的 能力 所以 这个 忙碌啊 有可能是因为 自己的 习惯 不好 造成的 这个也需要我们 检讨 检讨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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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啊 当我们的心 越平静的时候 你越能把事情 处理好 当我们的心 不平静的时候 你话会讲错 你的决策会下错 那大家 感受感受 你的话讲错了 收不收得回来 老祖宗有一句话说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 就是你可能忍不住 一口气 把一些情绪的话 说出去了 那你可能要担心 一百天 我得罪他了 怎么弥补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 很多事情都是因为 我们不够平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考虑不足 然后处理没有妥当 后面还要收拾 禅举了 做事 讲话 其实都是要 平静的心来讲 所以老祖宗说 心平气和 才能讲话 不然你讲的话 你的沟通 得不到效果 还得了反效果 那平静的心 不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才提起来 要平静 当你的心都很不平静 突然有人要跟你讲话 然后你马上变成平静 有可能吗 那功夫要很好 所以平静应该是 随时都要 用方法来保持 来提醒自己 像 承得自己 随时要拿着 念佛气 平常没事的时候 心不打妄想 你胡思乱想 心能不能平静 不容易平静 所以修行 其实就是修这个心 让自己的心 是平静的 让自己的心 是真诚的 来应对 每个人 每个事情 所以你平常就要 不断地保持自己 心的安定 平静 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就从容处理 那念佛 就是一个方法 那你要看看 哪一些方法 对自己比较有效 有些人用打坐的方式 把心静下来 但是假如你每天 比较忙碌 事情比较多 那你很可能就要在 事当中 就要能够训练自己 平静下来 比方说讲话 凡道智 重且疏 这个疏就是平缓 急的人 有时候一讲话 越讲越快 那就要提醒自己 讲话 缓一缓 不要太快 大家看我的身材 我本来的性格 大家觉得是缓还是急 急 因为急 首先胃会反应 这个有医生在 应该请教一下 是不是一着急会伤脾胃 我自己可以感觉 你一着急起来的时候 你的胃会比较紧张 那你伤了胃了 你就吃不胖了 消化吸收比较弱了 所以我本来也是很着急的人 后来遇到老和尚了 老和尚讲经很缓慢 所以我假如继续急 我听他的经理 心脏会跳出来 我慢慢慢慢就随着他的速度 他讲话很缓 我慢慢习惯 速度也缓下来 不知不觉 听啊听啊 自己的 心也比较缓 讲话也比较缓慢 而且讲话的目的啊 是要让对方听懂 听清楚是吧 但是我越讲越快了 可能对方就会听得比较辛苦了 所以我们讲话也要学哦 大家有没有花过五个小时 专门学怎么讲话 有花这个时间的请举手 请问大家 你每天要讲几句话 不少吧 我那把它学好 每句话就讲对了 对你的人际关系 对你的事业 对你的家庭 都有很大的帮助哦 假如我们不会讲话 那每一天讲那么多话 可能对你的事业啊 家庭啊 人际关系啊 会有不良的影响哦 所以人生也要思考 亲重缓起 哪一些东西很重要的 要先重视起来 好好去学它哦 像滑手机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打电动关系不是那么重要 每天要主动去学 可以提升自己的智慧 可以利益到亲戚朋友的 这些能力哦 尤其是 要把心用对 这是最重要的能力 因为啊 福田靠心根 你每一念心之对的 你的福报啊 都在增长 你一念心用错了 福报啊 会有减损 所以人的福报啊 每一天都有 加减 成除 比天 今天 我在路上 看到一个老太太 要过马路了 我扶她一把 我的福报 有增加 今天这一件事啊 可以利益到 很多人 比方说我们现在 第一轮在翻译 有可能今天的 法会啊 课程啊 刚好有一个人想自杀 然后他听了 狄伦翻译 结果他说 我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自杀了 那狄伦的福报啊 今天就 乘以恶了 这个佛门有说 救能一命 甚至七级浮屠 救能一命 比照那个七层 的佛塔 的功德还要大 所以我们的心 想着要去利益 很多人 然后呢 可以 让 这个 走上绝路的人 都能回头 哇 这个功劳就很大了 有一本书啊 叫 了凡事训 这本书呢 是 企业界 一个 经营之圣 道圣 和夫 大家都是 在做事业 你们 毕了业了 都要经营事业 这一位 忍者啊 大家真的 可以认识 他 以 白手起家的能力 成就了 两家 全球 五百大公司 一个人 一生能成就 一个 全球 五百大 就很不简单 他是 两家 全球 五百大 都是他 白手起家 经营起来的 那他的 一些经营理念 非常好 比方说 他就提到 制度啊 对一个 企业团体 重要 但是呢 人心 比制度 更重要 你看制度 是看得到的 但是人心 向心力 团结力 是看不到的 人生 其实有很多 是 更重要的是 看不到的 部分 他 企业 很重要 要用人 他说 才能 很重要 可是 人品 比才能 更重要 他的一些 理念 很好 那 他自己 好像是 六七十岁的时候 他有全球 五百大 两间 结果他得了 胃癌了 他 没有慌张 就是 他的心理素质 很好 人生 都会遇到 这个无偿 现前 他怎么做呢 很平静地 回去把 两家公司 的人事 都安排好 不简单 你看 他 早就已经 储备了 人才 遇到 突然的事情 他也没有慌张 他就安排好 自己啊 就出家了 出家修行了 他两家企业 继续经营 他全部放下 后来啊 过了一段时间 他胃病好了 所以啊 静代的科学家说的 念力的力量 人的精神 念力 是有力量的 因为这个身体啊 从科学的角度呢 量子力学 提到 物质啊 是念头 人的念头 相续啊 产生的像 所以身体物质是 念头变出来的 你念头变好了 你身体就好了 这个好多例子 比方在欧美 有些人事业 很拼命啊 身体出问题了 他也挺放得下的 这些身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他就辞职了 然后就跑到 喜马拉雅山 跑到 很清静的地方 他的工作压力 没了 然后就 他在那里 很好的生活 修行 过一段时间 病好了 这个念头 很重要 后来他出家修行 身体好了 但是他也 就放下了 就出家修行 结果后来 日本 航空 他们 国家非常大的 一个企业 算是国家 标志型的企业 假如这一个 日本航空岛 对整个全国 日本人都 信心都会有影响 当时候的首相 揪山游吉夫 就请他 你可不可以 来救这个企业 结果他就还属了 他答应了 就来救这个企业了 结果他只花了 一年多 四百二十四天 就让这个企业 从破产 变成盈余 一千八百多亿 这个在企业界 是化腐朽为神奇 不可思议的 转变了 后来因为 他出家还俗 把这个企业 救起来了 结果全世界几千个企业 都向他学习 所以大家以后要经营事业的 这是一个蛮值得学习的 长者 很遗憾 他去年 也是九十多岁 走了 但是他的一些思想理念 都有出书 有留下来 他推荐给年轻人的第一本书 就是了凡事讯 举其中一个例子 跟大家交流 有一个人在宋朝 叫魏忠达 他刚好有缘 可能睡觉当中 被抓到 被找到 阴间去了 阴间的官员 就说 你看看你这一生 做的善事恶事 结果把他 恶事的档案 找出来 装了一间房间那么多 他自己都吓一跳 他说我才四十来岁 怎么我做的恶事的记录 这么多 阴间的官员跟他说 你一个念头不对 就有记录 不带你去 做错误的言行 你的念头 有记录 然后说 把他的善的记录拿出来 只有一卷 像筷子一样 那么少 然后这个官员说 来 把他的善恶的记录 拿天平来蹭一蹭 结果一蹭 那个善只有 这么少 反而 比较重 他装了一个屋子的恶 比较轻 他自己很惊讶 我到底做那个善 是什么事情 他里面的记录 就是 皇帝 要建一个土木工程 叫山山石桥 这个工程 劳民 伤财 影响的人 很多很多 他就劝皇上 可不可以不要建 结果他说 皇上没有听我的 怎么还有这么善的力量 他说 因为你这个念头 已经为千万的人民打算了 所以这个善的力量很大 假如皇上照你的话做 你的善就更大了 所以君之一念 已在万民 当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 都为很多人着想 这个人的福报就等于是 乘以二 乘以三 所以每一天有 加 减 加 加 乘 也有减 比方说你今天心情不好 瞪了人家一眼 那福报要减一点 除 你今天讲话太狠了 讲得让那个人痛苦了两年 这个话太伤人了 是吧 恶语伤人 六月寒 伤到人了 这个夏天 这个六月寒在澳洲要十二月寒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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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寒 对 那这个就减掉自己 可能一半人生一半的福报都被折损掉了 所以每一天福报加减乘处 靠心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 我们要学习 怎么用我们的善行 来爱自己 来爱别人 包含讲话也很重要 都要学 就像我们讲话 要真诚看着对方 你看他听得已经皱着眉头 代表你讲话速度太快了 你就要调整速度慢下来 我们讲话的目的是让对方能够听清楚 达到很好的沟通 那这个时候就要调整自己的速度了 好 那所以我们保持自己的平静 应该是在每一个当下 我们举手投足 都不要着急 所以圣学根之根 那是教小朋友的 第一句话就说了 一切严动 都要安详 时差久错 只为慌张 出了什么差错 大家冷静去看 比方说我们今天 摔破了一个杯子 一定是我们心有一点不定了 有点着急了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好 所以平静的心 从讲话 不要着急 走路 不要着急 拉窗帘 不要着急 你一着急 就把他给扯下来了 你要花钱 好 这里又提到了 平时想多念佛和听经 但是事情一来就打中断了 当然 事情一来了 该处理你去处理 你不要事情一来 要处理的时候在那里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我想要好好听个经 念个佛 这个冤亲在主 又来影响我了 那你就不能安住当下 平静去面对了 所以真的有事来了 老法师 老法师有指导我们 念佛 这个念怎么写呢 金心 心上真有佛 叫念佛 所以 念佛是修行 听经是修行 处理事情 做事是不是修行 只要你在做事的时候 你都是 依照经典的做人做事 去做 你是正念分明 所以办事做事 也是修行 所以老和尚说的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你今天去应酬 你都是用真心 去对待别人 那你自己 在跟别人应酬的时候 你在提升你自己 你也在帮助对方提升 这种谈话 就不是造业 批评东 批评西 骂人 这样的应酬 可能谈起话来 彼此的生命 都提升了 所以我们 时间多一点 我可以多念点佛 听点经 时间少一点 我也不烦恼 我也在事里面修行 像陈德也是挺忙 每天事情不少 但是在办事的时候 我们心中 都依照经典 来讲话 来做事 我同样也在熏悉 我的念头都是正的 我本身身心的状况 就很好 我假如在办事的时候 我发脾气了 我生烦恼了 那我的身心状况 就不好了 所以 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 是为了修行而做事 你为了做事而做事 你就陷在事情里面 你就烦死了 你就去应付应付它 人工作是应付应付它 其实做的也不欢喜 为了修行而做事 为了爱人跟挚爱而做事情 为了提升自己 跟帮助别人而做事情 那这种做事情的感觉 就很不一样了 那这里有提到 如何繁忙的生活当中 空出时间 给修行的功课 那首先呢 我们这些修行的功课 要针对自己的生活工作状况 你工作已经很忙了 结果你定的功课很多 每天自己压力很大 这个就要调整一下 你长期为了完成功课 然后压力很大 这个对你不是很好 因为绷得太紧了 所以佛家有东方持国天王 他拿着一个琵琶 他表的就是 不要太紧 紧了会断 琵琶会断 不要太松 太松了呢 你弹不出曲子出来了 就像我们 你修行太紧了 你身心不放松 太松了呢 也就懈怠懒惰了 就退步了 所以这个定多少 这个自己要拿捏 那当然 这个繁忙的生活 我们刚刚也讨论到了 你不断调整你做人做事的方式 让自己还是不要处于太繁忙的状况 比较从容去处理事情 好 因为长期一直很忙 这个对身心也不好 当然你们假如有实际的情况说 我实在不得不忙 待会也可以提出来 可以提出来 我们回答完之后 针对我们探讨的 可以提出你们的实际状况 再来 你可以利用 比方 你在开车的时间 或者你在坐车的时间 有一些人上班 搭车就要花一个多小时 这一个多小时 能不能修行 能不能做功课 可以 陈德 前两三年教书 工作责任很重 我都是用 开车 去学校跟回来的时候 在车上 听老法师讲经 或者你放佛号 你在开车的时候 跟着念 这个都可以的 下年居老居是 慈悲 他可能看到了我们 未来的社会 工作比较繁忙 所以他整理了一个功课 叫静修节药 大家听过吗 这个静修节药 你把它读一遍 二十分钟之内 二十分钟之内可以读完 可是他里面的内容有三十二小段 都是五经一论的精华 甚至有禅宗密宗的精华 你等于是净土宗 禅宗密宗的重点 在短短的三十二段经文都读到了 然后你读个三个月 你就可以背起来 所以你什么时候可以修行 可以读诵 静修节药 随时你坐在车上 就可以读了 你在那里等车 你也可以读了 就是我们可以化枕为灵 在一天当中 只要不用脑了 只要有空档 我们就可以读诵 那你就随时掌握时间 没有浪费了 这些功课也做到了 好 第二个问题 当我们对工作或者学业 失去了兴趣和动力的时候 应当如何提起静来 完成任务呢 这种现象也很正常 我们人在心情上 也有可能会有起伏 这是人之常情 那我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我们要锻炼我们的心 心理的素质 在处理很多事的时候 比方说 你可以转烦恼为菩提 你可以化危机 为转机 化悲愤为力量 都是同一件事 可是你的念头 能够转变 就像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道圣何夫先生 他遇到 他得癌症 胃癌 但他没有恐慌 没有烦恼 他平静地去面对 后来身体就好了 他不止自己得力了 认识他的亲戚朋友 会不会受到他启发 你看他癌症都好了 只要我把心调平和了 正念保持了 我身体就慢慢好了 也给很多人信心 所以今天自己发现 我有癌症 也不一定是坏事 你正确的心态面对了 有可能你的亲戚朋友 都受到你的启发了 癌症是可以 可以转变了 可以变好的 所以心态好 可以过上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的日子 大家想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那这个就要学习 把我们老祖宗五千年的 智慧学到了 就能过像这样的日子 那起伏是正常 那我们现在 面对工作学业 失去兴趣动力了 那我们就要不忘初心 你一开始 为什么想投入这个工作 你为什么想学 这一门学业 要找回来你的初心 你就会有动力 像陈德是 一开始是从事小学教育的 那我的初心 就是希望能 为社会 培养下一代 小学老师 那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那为什么会 失去兴趣动力 有可能是 遇到一些事情 有挫折感 那人生 有没有可能一帆风顺 不可能 都会遇到逆境 恶缘 但是我们自己 回想回想 这里风比较大 我发现我讲话的声音 有点变了 可能是吹到风 你看警觉性都要很高 我们自己回想回想 你这一二十年 二十多年 没有三十多年了吧 你回想一下 你在哪一段时间 进步比较大 往往是有考验的时候 你面对考验 你没有退缩 你把他进步了 那应该是要搞 感谢那些考验 那就像我自己 第三年教书的时候 我遇到四个很调皮的学生 我叫他们四大天王 那不是刘德华 但是他们给我的断令 很多 让我 以后再处理学生的问题 我就更有经验了 所以其实只要 回到自己的初心 转个念 就能突破上去了 其实真正你所遇到的事情 它障碍不了自己的 是自己的念头 有分别执着 才障碍自己 给大家举个例子 人鲁仙人 是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他遇到了一个暴君 割力王 这个割力王 看到他 因为割力王的太太 那些妃子 在森林里面看到 忍辱先人 就被他这种 修养 弃子 吸引了 所以这个暴君 看到自己的这些妃子 都过来听 这个忍辱先人 讲话 他就很嫉妒 不高兴了 他说 我看你是不是很厉害 很会修行 他就 把他的身体切割 切他的肉 给他一刀一刀切下来 我说 看你还能不能忍辱 你看 面对这样的境界 一般的人觉得 灭顶之灾 晴天霹雳 可是忍辱先人 他没有受影响 他没有生气 结果他就在 面对暴君的时候 他快速提升了 所以 这个暴君 影响不了他的 他的忍辱 波罗蜜 成就了 所以忍辱先人 本来 是在弥勒菩萨 之后才成佛的 就因为这个考验 修得忍辱圆满了 所以 释迦牟尼佛 提前成佛了 他本来是在 弥勒菩萨后面 所以境界是 障碍不了我们 是我们的念头 你什么事情 都是积极乐观 那是障碍不了你 所以人在工作 学业当中 也是在练这一颗心 甚至是在改自己的性格 那大家了解自己的性格吗 我曾经听了一个故事 很记忆很深刻 就是有一个爸爸生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性格差很多 一个每天笑呵呵很乐观 一个每天愁眉苦脸 他说我要给这两个孩子平衡平衡 所以就给那个愁眉苦脸的儿子 买了最好的脚踏车 送给他 这个儿子拿到脚踏车来 马上皱起眉头 我骑这个脚踏车 摔倒了流血会很痛 他爸爸差点没有晕倒 买了最好的东西 他还是烦恼 他就给另外一个儿子 太乐观的 送他马粪 结果他的儿子拿到马粪 兴奋得不得了 在全家跑来跑去 马在哪 他爸爸也不得不买一匹马 这虽然是个笑话 我们能不能面对什么事 积极乐观 而不消极悲观 好 比方说问这个问题的 朋友 你可以具体谈一下你的状况 或者是你朋友的状况 都可以 因为我不知道 我刚刚这样跟你们交流 有没有针对到你的情况 有的话也可以 feedback 你说那个《红楼梦》的灵带玉 对 因为他天生的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比较悲观一些 你怎么样能够改变它 就用什么样的 就是说佛法的理论 或者是父母如何去 这个问题很好 佛门有一句话叫 总在欲缘不同 欲缘不同 所以他能接触一些缘 转变他 这种消极悲观 像我以前 也是很容易担心的人 可是我遇到老和尚之后 他把很多道理讲得很清楚 我理得了 我明理了 理得心能安 举个例子 我以前很会担心未来的事情 事情还没来 我就想很多 操心了 而且会担忧 担忧就比较会往负面去想 可是我明白了 这个世间的事 就是两个字 因果 那既然是因果 预知将来的结果 只问我现在的功夫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我现在做的每件事 我起的念头都是好的 我的未来一定好 我明白这个事 我的未来烦恼就放下 比方说 我一想到过去的事情 都想那个不好的 但是我现在明理了 其实没有不好 过去有人骂我 我不明理的时候 我记在心里 常常想了还会流眼泪 还会生气 现在我明理了 因为我前世骂过他 现在他骂我了 我这个债还了 无债一身轻 那我 我不会觉得是坏事了 那我过去那些事 我就不会耿耿于怀了 那就过去了 所以明理很重要 心才能安 大家假如我们前面第一题第二题 你突然有想到的就再提出来 没有关系 我们看第三题 如何发起慈悲的心胸 并且保持不断 尤其面对难以应付的人 和处理繁杂的事物 那这个意思应该是说 今天 你面对难应付的人 可是你的慈悲心 还要保持住 或者你处理很烦的事了 这个慈悲心还是要保持住 容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难行 人行 难忍 人忍 这个功德大 首先 你假如 面对难应付的人 跟处理繁杂的事 先跟自己幽默一下 老天爷很瞧得起我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孟子讲的 天将将大任于 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这个比较不好翻 动心忍性 就是争议其所不能 就是你本来不会的 就借由这个磨练 把你的potension 激发出来了 我没有念错吧 把你的潜力 透过这个磨练 激发出来了 好 所以第一 一开始 跟自己幽默一下 老天爷很瞧得起我们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好 那再来呢 其实我们面对境界 能够不起情绪 那就一定要修忍辱 佛家把菩萨行 整理成六个纲领 第一是布施 布施对质 千滩 所以这个菩萨 先度自己 不是先度别人 布施对质 千滩 持戒 对质恶业 这个不管是 东西方的宗教 都强调 十恶业不能做 持戒是对质这些恶业 忍入对质称慧 忍入对质我们的脾气 称慧性 精进对质懈怠 禅定对质散乱的心 般若对质愚痴 我们有时候面对境界容易 感情用事 意气用事 这个就缺乏智慧了 智慧是对质愚痴 这六个纲领 所以在境界当中 能够不起情绪 你说保持 为对方想 不起情绪 这个要求忍入 忍入的方法 黄炼祖老居士 有六个方式 第一个叫利忍 脾气要上来 不能伸起 不能压下去 压下去 压不住 对不起 我要上个厕所 先离开现场 不然你可能就压不住 但是这是硬压的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深 第二个方法 妄忍 妄忍就是不要放在心上 宰相肚里人撑船 能包容不计较 妄忍 第三是凡忍 凡忍就是 好像彼此 可能有不欢喜 有冲突 因事相争 就是一个巴掌拍不下 我们说半斤八两 两个人可以吵起来 程度不会差太多 老和尚给我们表演 他的同事打他 他就躺着给他打 然后那个同事就打不下去了 会打起来什么 双方都有出手 越打越凶 一个人出手 一个人不还手 打不起来了 这个是老法师处事的智慧 他说那个打他的人 隔天就来给他道歉 还拿着礼物给他道歉 第二 那一年考鸡他第一名 因为他的leader 他的上司 这个人挺有休雅的 考鸡第一名 所以你看吃亏是福 不跟人家计较不吵 自己没有损失 还有福报 所以会冲突 自己也有动气 所以一反省 这个冲突就不会继续了 甚至于主动道歉 这个冲突就化解掉 这是凡人 第四 观人 观这个世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神不带来 死不代替 去 不要计较了 这是观人 另外还有一个观察是什么 其实你面对 难以应付的人 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我们为什么会 发脾气呢 首先我们着相了 着相了 着在这个人的行为上 哎呀 这个人怎么可以骂我呢 这个人这个行为太恶劣了 你一直想 越想越气 假如你不想他 那个恶劣的行为 言语 你去观察 哎哟 他的家庭情况 他很不幸 他成长过程 都不好 你就怜悯他了 你就不会跟他对立了 就观察他的人生过程 我自己就遇过了 一个学生 五年级 很会打人 常常都到训导处报到 常常犯错 我们想 哎呀 年级这么小 怎么行为这么不好 可是一去了解 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跑掉了 他爸爸也不照顾他 他整天就跟当地的流氓 在一起 他遇到的缘不好 我们当老师的了解 不只生不起气来 你看都是念头 你一执着在他的那个行为 哪个表情 哪个动作 你越想越气 可是你不执着了 你了解他的来龙去脉了 你就生起怜悯性了 同一个境缘 可是我们的心态不一样 所以你要看这个难应付的人 他的过去值得可怜 他的未来更值得可怜 因为他继续不改变他 这些错误的行为 他下辈子去哪里 下辈子就要到三恶道报道 人一到三恶道去 三途一舵五千节 那下去好长 当我们看事情有前后眼 你可以看他的过去 看他的未来 他继续这样下去 他要躲三恶道好久 我们气不起来了 会怜悯他 所以我们学了佛去教书 面对这些家庭不幸的孩子 行为恶劣的孩子 我们更提起耐性 只要他信任我 我们更有耐性 去护念他 这个是观人 这个也是 我说六种 其实也是慈忍 慈悲心 对待他 你念念为别人想的时候 你也不容易生气 举个例子 在汉朝有一个官员叫刘宽 他没有发过脾气 然后他的太太就觉得 他真的都不发脾气吗 我得想个办法让他发脾气 可能他太太太太闲了 结果就这样 因为他是官员 他每一天 要去见皇上开早朝 上早朝以前 他先穿好官服 静静心出发 就趁那个时候 叫他的婢女 端那个热根汤 给这个刘宽喝 然后要接近来 要端过去的时候 他装作摔倒了 把那个根汤 撒在刘宽的身上 那个官服就都脏了 看他生不生气 诸位忍者 你们生气吗 我多少钱买的 我待会怎么上朝 结果刘宽 马上的反应是 有没有烫到你的手 他的念头在哪 在别人的身上 替人想 今天我们会生气 都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不知道我不舒服吗 有这个我 才有我撑 没有我 贪撑吃出不来了 所以修行 斩草出根 烦恼的根在哪 有这个我 把我看得太重了 我贪 我撑 我吃 我慢 所以这个词人 也会让自己的脾气降下来 你都想别人 不想自己 还有一个叫习人 第六种 习人 不只不会生气 还高兴 为什么呢 遇到难应付的人 我还高兴 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这个心态 我们从哪里学来的呢 跟善才童子学来的 华言经有一个主人翁 他叫善才 善是善根 财是他的德能 福报 那为什么他叫善才呢 因为他在每一个 遇到每个人 每件事 他就能善根福德 福报德行多提升 所以他善才 他拧拧不大 他叫善才童子 拧拧不大 可是他 五十三餐 遇到那么多人 最后他成佛了 他很善学 他最重要的心境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人是学生 其他所有的人都是老师 所有的人 所有的境界 都是来成就他的 所有的人都是来成就我的 我见每一个人 遇每一个事 我高不高兴啊 高兴啊 比方说 这个人出现了 他讲话 比较刻薄 我本来要生气了 他来提醒我 连这样的人都要能包容 他提醒我 我还有脾气啊 我要在这个境界当中 懂得放下他 那他也是来 成就我的 比方说我也遇过 那刚好 很多人坐在一起 对面那个人 骂我啊 当着这么多人 骂我 这个时候 这个境远也是来成就我的 看我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会不会很好 靠这个面子 能不能包容这样的行为 因为人是有良心的 当他用这么恶劣的行为对你 那是因为他当时候控制不住了 等他冷静下来 他良心会起作用了 他就会不好意思了 那在这些境界当中 就要练自己的度量更大 我们佛门 你到一般的道场去 你一进门 第一个见到的就是 弥勒菩萨 布袋和尚 你看这个布袋和尚的像教我们什么 肚子很大 大肚能容 笑口敞开 什么都能包容 对 所以遇到这样的境远 他也是 让我的度量扩大 让我能包容 他也是来提升我的 大家都有去 参加考试的经验吧 你坐在考场 有一个监考老师进来了 把考卷发给你们 当你写考卷的时候 写不出来 你会不会去打那个监考老师 不会吧 因为是自己不会写 所以同样的 每一个人来到你生命当中 就像那个发考卷的监考老师 他是提醒 我这个还没过关 我脾气也还有 我要转掉 要能包容 那就感谢一切人 一切事 来成就自己 提升自己 这叫喜忍 所以这里问到 应付 就是比较难以应付的人 来考我的 我欢喜面对 遇到处理繁杂的事物 这个也是来考我的 考我 事可以多 心不要烦 你有这样的心态 你慢慢面对事情多 你的心就不会烦 没关系 一件一件来 假如真的 实在应付不来了 你也要懂得 这么多事 轻重缓急 跟人家说明一下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 沟通沟通 去处理好 你又不是偷然 事情那么多 你把这个客观情况 跟人家一沟通 人家也能理解 所以 面对事不要烦 也要会处理 所有的事 都让自己的能力 做人做事的能力 不断提升 那你就会对人生走过来的 顺境 逆境 善缘 恶缘 都是感恩 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些境远 都得到了提升 我以前也是 老妖 我有两个姐姐 从小到大 比方说作业写不出来 姐 讨救兵 依赖心也是很重 可是 我二十年前 出来推广 中华文化 我一个人飞到海口去了 没人可以靠 就锻炼自己 所以感谢这些境远 对自己的成就 第四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还有第二小题 应该这个回答也相关 如何在各种环境中 培养自己的耐心和欢喜心 就是修忍 我们刚刚说的六忍 欢喜心 那就就是喜忍 所有的事情都是来成就自己的 那就会欢喜去面对它了 不挑境界 欢喜接受 人一不挑境界 自己的分别心就越来越淡 分别执着淡下来 他很好 他还比 比如 举了一些例子 一些情况 比如 违逆窘迫的时候 或者称心如意的时候 得意不要忘形 或者和平和平淡无奇的时候 他还考虑得很多到 他挂号说 可以让大众提出更具体的案例 与家人 伴侣 同事相处 这些静缘的时候 违逆 窘迫 或者称心如意 或者平淡无奇 大家有没有具体提出实际的状况 感谢您的观看 可以令大家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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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看 那没关系 我们 其实在面对事的时候 我们能 就是我想问 比如你看一个人 然后不顺眼 比如 然后你 我知道 但很奇怪 也不是特别清楚 为什么不顺眼 然后我想问的是 如何 是要装 但是我对他没有恶意 比如啊 我也想做个好的人 但是我不觉得很 别扭 我不是很喜欢装 你懂吗 I understand 好 Good question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 首先呢 佛陀教导我们 所有的事都离不开两个字 叫因果 我第一次见他 怎么这么不舒服啊 他也没得罪我啊 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受结果 那是前世 缘分不好 那我们知道 是这个情况了 那接着我们要 问问自己了 那我前世跟他不好啊 那这一次怎么办 要把它化解掉啊 不然 冤冤相报 没完 没了啊 那 怎样才能 把它 转化掉呢 那就要 他的态度不好 对你 你能包容 然后 你用 真心去对待他 那 过去不好的这个因呢 就 爆掉了 你现在 又真心对他 就种下好的因了 就化解掉了 对 你一生当中 这样的人呢 不可能只有一个的 你就要从这一个当中学习到 我们想要遇到 跟我过去生缘不好的人 我们应该把这一段 不好的缘 把它转化成好的缘 我们有这个心态 那你就不是装了 你就是真心的对他笑 真心就关心他了 不是装了 你一开始也会觉得很勉强了 这很正常了 因为确实人是存在过去生的缘分 我自己教书也一样 比方说你面对十个学生 这十个学生跟你过去的缘 一不一样 不一样 有一些可能过去生缘不好 你想跟他多讲几句 会有点没耐心 但是你就会提醒自己 不能偏心 慢慢慢慢 你就突破那种 过去生的那种感受了 就能平等去爱护他了 对 对啊 因为我们今天要自爱 怎么自爱 自爱的人 就是让自己恢复真心 恢复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 因为那是我们本来的样子 所以释迦摩尼佛他就恢复他本来的样子 他自爱 他不糟蹋他自己 我们假如每天都让自己的脾气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其实我们不自爱 我们做不了主 所以 所以佛事里面最重要的建筑叫大雄宝殿 什么是大英雄 能够放下自己的喜气的人 他一放下 他无量的智慧德能就恢复了 这是自爱 好 所以你在每一个人事静缘当中 都是不断帮助自己 恢复自己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 这样的人生就很有意义了 我们要了解人生不静则退 你不了解怎么善用自己的心 自己就不断的 越来越被这个世间给染污了 你会越陷越深 所以科学家有说 一个人一两岁的时候 平均一天笑180次 成年之后 平均一天笑七次 大家注意这个科学的调查 代表人越活越笑不出来 我请教大家 你看大家工作也很忙 你们有没有遇到哪个亲戚朋友说 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就是为了让自己越来越笑不出来 那他神经有问题 人那么努力 是为了什么目标 为了幸福 为了快乐 是吧 可是科学家这个数字 已经在提醒人们 人们随着年龄越大 工作越多 最后得的结果笑不出来 这叫努力有结果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因为你努力的方向错了 你越努力越痛苦 比方说你努力的目标 是要跟人家攀比 我房子要比你大 我车子要比你大 保证你越来越痛苦 为什么 人比人 气死人 这个就牵扯到了 你清不清楚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快乐 当你对于真正的幸福快乐 认知错了 你的方向就错了 你越努力越痛苦 所以听佛陀讲经很重要 我们这个人生方向一错了 努力白费 我们看看现在的人比较忙 还是三十年前的人比较忙 现在吧 但是现在的人忧郁症 比三十年前都多了 我们那么努力 那么忙碌 最后得的结果是忧郁症 那这人生的步伐 不应该停一停 冷静冷静 思考思考吗 人生踏出的脚步大小 不是最重要 方向重要 你方向不能踩错了 所以 诸位年轻的朋友 你们比我有福报啊 你们比较早 遇到释迦牟尼佛啊 遇到孔子老子啊 你们人生可能 比较早就可以踏出正确的方向 目标了 接下来 老和尚的一段法语很重要 真正的快乐幸福啊 它是从内而外的 你的快乐只要是从外面来的 它叫刺激 这个刺激没了 你的快乐 你那个乐就没了 而且从外面刺激进来的 往往还会有副作用 比方说 哎呀 我现在很烦 我要大吃大喝 你那个烦有没有减少 有了 减少了一些了 它刺激你 其实是你那个烦 暂时不去想 可是那个烦有没有解决 没解决 可是当你吃很多 第一个你要花钱 你的副作用来了 你要花钱 第二个你吃很多 身材又变了 你还要花钱去减肥 你看 你的烦恼又增加了 你看 哎呀 好烦啊 去跳舞吧 你看 又是要刺激自己了 哇 到歌舞厅去 跳啊 跳啊 跳到半夜两点 三点 腰痠背痛 然后又回来 昏死过去了 又伤肝了 你该睡觉又不睡觉了 折腾自己 告诉大家 忧郁症的人 绝大部分都熬夜 因为他一熬夜 他的阳气就衰了 人的身体一衰弱 会影响你的心情 就会让你比较悲观 提不起劲来 每天早睡早起的 很少有忧郁症的 他阳气阻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冷静 去观察 去感悟 真正的幸福快乐 不是靠刺激来的 现在的人更严重了 用什么刺激 毒品 那就完蛋了 都是用这种玩乐 来麻醉自己 那个都是恶性循环 真正的乐 从内而外的 老祖宗说的 助人为乐 为善罪乐 孟子有三乐 孟子说的三乐 第一乐 父母聚存 兄弟无辜 父母健在 我们有机会 可以报答父母的恩德 不会留下 树欲尽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 亲不待的遗憾 人在报恩的时候 你是真心流露 你会觉得内心很踏实 我可以奉养父母 真是我的福报 昨天我去Alex家 他对他父母很孝顺 他赚到钱 给爸爸妈妈 希望爸爸妈妈 不要太辛苦了 早一点可以退休了 你看做这个事的时候 你看一般从外面刺激来 你去大吃一顿 他只刺激你一下而已 就没了 还有副作用 是吧 可是当你今天 孝顺你的父母 你每每想到这一件事 你的心就会很踏实 他这个乐 不是刺激一下没了 我小的时候 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我每一次去参加学校的旅游 因为我奶奶喜欢吃豆腐卤 我到游乐区看到豆腐卤 我就买回去给我奶奶吃 我奶奶快乐一两个礼拜 见到人 哎呀 我的孙子买给我吃的 你要不要尝一尝 他很高兴 你看我现在都已经五十岁了 我想到那个场景 我都很快乐 这个就是 你是从内而外的 天伦之乐 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兄弟姐妹都在 兄弟姐妹一聚在一起 小时候吃一只冰棒 三个人一起吃 那个了解来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你看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比较没钱 是吧 兄弟姐妹几个人吃一只冰棒 一辈子都忘不了 现在大家都太有钱了 都是一个人吃好几根 但是你看 你物质越好了 你兄弟姐妹情感更深 反而都被这些物质给麻痹掉了 所以人不是越有钱越幸福 人是越懂得感恩 越懂得珍惜 珍惜家人对你的爱 珍惜朋友对你的爱 这样的人 内心是充实的 他随时都觉得 很感恩 很幸福 而人呢 越觉得自己很充实 很感恩 他越想去付出 越付出 他越爱人 爱人者又人恒爱之 他就良性循环 当你都想着要向别人索取 索取不到 你就痛苦 所以第一个 天伦之乐 第二呢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就是你对得起良心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凭着良心的 俗话说 凭身不做 亏心事 夜半敲门 心不惊 你会觉得 我对得起所有的人 人心一安 躺下去三分钟就睡着了 你假如做了 觉得不安的事情 翻来覆去 还要吃安眠药 才睡得着 而且吃安眠药有副作用 对身体不好 好 我也听老和尚讲 很多很有钱的人 都是吃安眠药睡觉 你说这样幸福吗 压力太大了 第三呢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这三乐 你像我们教学生 学生进步了 我们比他还高兴 他培养成人才 他对家庭社会有帮助 我一想到 我自己也很安慰 我最起码 对他的生命 我尽了力了 对这个社会 我也尽了一点力了 这个 当我们能 做出贡献的时候 自己的心是欢喜 好 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把 真正的快乐 搞清楚 从内而外 好 那这个 这个问题 我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 你遇到任何境界 心中 有 佛菩萨的教诲 心中 有师父上人的教诲 你就是正念分明 你不会生烦恼 你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诲 你不随顺自己烦恼 喜气 举个例子 老儿上 有两句法语 非常好 处逆境 随顺圆 就是这里提到的 违逆 窘迫 的时候 你无称会 你不生气 你当作 慈忍 习忍 来锻炼自己 凡忍 官忍 业障 净消 所以逆境二元 好事坏事 它能让你过去生的业障消掉 所以金刚经有讲 你今天做好事 你是善男子善女人 受辞读众此经 做为人清贱 你还遇到有人骂你 毁谤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过去生有造业 先是罪业 你过去生造业 要剁恶道的 可是这些人骂你 毁谤你 把你过去生 造的三恶道的业 消掉了 已经是人 清见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你这一生 会作佛 当得 阿诺 多罗 三秒 上福地 你搞明白了 面对骂你的人 阿弥陀佛 谢谢你 不然我以前那些罪业 消不掉 我还得到三恶道去报道 所以老法师对那个 骂他 毁谤他的人 他帮他立牌位 每天讲经功德 回向给他 所以处逆境 随恩缘 不生气 无诚会 业障净消 随顺境 你遇到顺境 善缘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你遇到顺境 你不贪 起贪心 有啊 你遇到很好的缘 就依赖别人 然后人家的付出 你都视为理所当然 这样就不好了 你不贪心 不愚痴 不贪着 面对顺境善缘 好得缘怎么样 越感恩对方 感恩性提升 没有提升贪心 福慧权限 你这种心境 你的福报智慧 就会现出来 那假如我们记得 老上这一段话 那你面对违逆窘迫 提升自己 面对称心如意 也是提升自己 面对平淡无奇 我们就是太习惯 都要刺激刺激 其实平淡 淡中有味道 事情没有什么波浪 我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着念着 阿弥陀佛 一加十 业障消除 平淡当中有味道 有法喜 我们因为太习惯 要刺激 所以一平淡好无聊 好boring 你就要去找刺激 这个时候念念佛 听听清 快乐是神仙 好 刚刚敲了一个影庆 是时间到了 现在几点 五点 Oh my god 这么快 这样好不好 不好意思 有事的可以先走 我们休息五分钟 我再用十分钟把后面回答完 谢谢阿弥陀佛 动一下 坐太久了 动一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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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俏阿俏阿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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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同修赶快进来 师父要开始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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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两个问题 我们的念头如何影响自己的外表和人事物环境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实际生活中我们如何训练自己的念头 来影响自身所在的现实环境呢 俗话说相由心生 所以一个乐观的人 他的相貌就是乐观的样子 一个消极的人 林黛玉就是林黛玉的相 所以确实 念头会影响相貌 念头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身体 所以西方科学家量子力学 物质怎么来的 念头相续产生的相 所以我们的念头一定会影响自己的身体 而且念头不只影响你自己 比方说你变乐观 比方说你变乐观 每天接触你的亲戚朋友 会不会受你影响 也会了 佛法有讲 依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自己的心 比方说你今天是当父母的人 你的心一转 你的家庭气氛 你的家庭气氛就跟着转 整个家庭是你的意报 就随着你的心转 就好像你是当主管的人 你的心转 你这个部门的气氛 也会跟着转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佛法还讲得更彻底的 宇宙怎么来的 自己的一念心变了 你的心转了 你变出来的境界怎么可能不转 大家有没有做梦的经验 你梦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人 有没有一些树 一些场景有没有 都有啊 请问那个梦从哪里来的 你的心变了 不干别人的事 是吧 有没有人做梦 做了之后就怪别人了 你害我做恶梦了 这梦自己做 好 我们现在醒过来了 其实我们是梦中梦 醒了 还在梦中啊 现在这个宇宙谁变了 我们的心变出来了 这个没有佛给我们讲啊 我们把脑子想破了 也不知道这个真相 整个宇宙是为我的心所现出来的 为事所变 事是什么 我有分别 我有执着 所以执着就变现六道轮回 分别就变现死法界的 都是自己的心变的 佛不会妄语的 佛的舌头伸出来 可以把脸盖住 生生世世不妄语 一个人三世不妄语 舌头可以舔到鼻尖 人的相貌是修出来的 今天大家回去的时候照照镜子 把舌头伸出来 假如差很多啊 代表过去生常常说谎 所以确实啊 念头可以影响自己的外表 也可以影响人世环境 那既然念头是根本 一切法从心响生 我的念头伸出了这些境界了 那我就要训练好我自己的念头了 那怎么训练 平常就要训练了 你不能让自己的念头啊 每天胡思乱想啊 胡思乱想会让我们的世界 越来越好吗 会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好 不可能 不要胡思乱想 平常啊 没试的时候念佛 有试的时候呢 不用思考 你还是可以念 你看海鲜牢牙上种田 他在种田的时候 他也在念佛啊 没有影响 可是当你的工作 需要思考的时候呢 我可以先把佛号放下 但是呢 我在思考的时候呢 我都是依照经典 正确的做人做事来思考 这样你还是在用你的真心 那我们就训练出来 随时都可以用真心 那你自己的用真心 身心快乐 你用真心 所有人跟你相处啊 真心就会唤醒别人的真心 每个人跟你接触啊 善根增长 你看净空老和尚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看他老人家那么慈悲 所以所有的人接触他 都是很欢喜心 那老人家做得到 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为什么 真心是我们每个人本有的 我们现在只是有障碍而已 比方我们脾气太大了会障碍 比方我们还傲慢了 比方我们太贪心了 就会障碍我们的真心 我们只要把这些都放下来 这些无量的智慧得能就恢复了 好 那我们不用动脑的时候念佛 要动脑的时候 我有几个建议 比方跟大家刚刚讲到 菩萨六度 你遇到事了 你就想 我要用这六个原则 来跟人相处 来做事 布施 慈戒 忍入 惊敬禅 禅定 般若 或者普贤十愿 我跟人一相处了 我要理尽诸佛 我都能不批评人家 我称赞如来 我只说他的好 只说他的付出 我不批评他 我广修供养 我跟人相处 我就尽力帮助他 忏悔业障 我跟人一起做事 事情做完了 我首先反省自己 就是你在做事当中 你的念头都是 在跟真心相应的这些行为上 因为你心中有佛法 你不随顺自己的烦恼去做事情 有一个菩萨适得的方法 这个是老和尚在《望尽还原观》里面讲的 我感觉这四个原则 你可以应对一切事情 第一个叫随缘妙用 你每天遇到好多缘 好多事 每件事都是缘 你怎么妙用 用 能产生什么作用呢 你可以在这件事当中提升 所有相关的人 也在这件事当中提升 很好 可是为什么可以妙用得起来 首先你面对事 不要起情绪 因为你一起情绪 你就是用烦恼心了 你用烦恼心 能不能把事处理得更好 很难 所以要练 比方要遇到事的 快要起情绪 快要发脾气的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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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生气 你心一静下来了 你就会有智慧了 你一有情绪 你智慧就起不来了 随缘妙用 妙在不被遇到的事影响自己的情绪 再来妙在哪 妙在心中有阿弥陀佛 你就不容易被烦恼拉走了 妙在你念念为每个人着想 你一心为人家好 你会有灵感 我们自己在教书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 我一心为这个孩子好 突然就会有方法出来 可能是佛菩萨加持我 可能是他的祖先会加持我 所以以后大家遇到事 hold down 不能动情绪 稳住阿弥陀佛 妙用 提升自己 成就别人 护念别人 第二 是威夷住持有责得 就是以身作者 你面对家人面对朋友 你都提醒自己 我要以身作者 我不要先去要求别人 当你觉得我要以身作者 你就会觉得 我还有很多做的不够 我不应该先去要求别人 就像我们教书 我想一想我还有哪些要以身作者 好多要下功夫了 我拿还去嫌去挑自己学生的毛病 先以身作者 我自己都做不好了 我还去挑别人 那说不过去 人家不服气 所以以身作者 这个叫第二个原则 威夷住持有责得 第三 柔和直直设身的 这个就是 言教 前面是深教 再来是言教 你以身作者了 你也要用言语去引导对方 去跟对方沟通 但是你的态度是很真诚 柔和 不是很冲 不是跟对方对立起来 这是言教 你们不要觉得说我年轻 你们自己能照着这样去做 连你的父母长辈都会被你感动 我们有一个学生 他也二十几岁而已 他爸爸跟他 叔叔 闹不愉快 好几年了 可是他做得好 他就感动他的爸爸 跟他叔叔化解了几年的恩怨 连他的母亲是后母 都称赞他 我们家这些问题都是他 带头 我们解决掉的 这是第三 柔和之子 言教 第四 普代众生受苦的 就是你要去处理事情 要很有耐心 因为成人的事情 往往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是吧 这个事情已经一个月两个月了 你有可能让他一下子就变 全部都好过来 就好像你已经不爱惜身体三年了 然后你去找医生说 一铁药就帮我治好 不可能 所以要有耐心 每件事都能处理得越来越好 因为只要我当下的这一念心是对的 这一件事就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要去处理事也不是很难 其实很简单 怎么把事处理好 你一想 跟那么多人有关系 他假如不听我的怎么办 你越想越烦恼 不要搞那么复杂 你在处理事的时候 你只要 护好你的心念 你的每一念心都是对的 都是真心 你每件事都往好的方向走 所以处理事也可以变简单 从根本就是我这一颗心 护念好 好 提到如何锻炼 这个菩萨式的 提供大家在处理事的时候做参考 那平常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如何将一个团体兴旺起来 比如我们雪梨尽中学会的青年团 good question 比方说初期人数少的问题 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 所有的事不理两个字 哪两个字 因果 所以今天 来的人少 是结果 我们要把原因找出来 可能我们探讨的内容 让他觉得 好像 不能解决我现在的事情 那我还有那么多事啊 我又学了这个又不能解决 那我来的那个兴趣就会减弱了 那我们可能一起学习的内容 就针对我们现在最直接的学业 事业 甚至是家庭 甚至是找对象 我看 我回去 约个时间 跟他们谈婚姻 大家有什么实际习惯 我们讨论讨论 你们好像不大有兴趣是吧 有兴趣的 对不起 因为你们戴着口罩 我不是很能判断你们是有没有兴趣 嗯 好 承得自己深刻的感受啊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佛法是觉悟圆容之法 没有任何问题不能解决 其实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社会 每个人 心有千千结啊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啊 这个不是很好翻 家家有本 对啊 他每天都要面对 所以假如他所闻到的佛法 就是能马上去解决他身心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请问他学不学 他半夜都来啊 因为这些事啊 让他很痛苦 很烦恼 嗯 所以佛家讲了 气里气机 你讲的道理没有错啊 还要什么 讲的内容要契合他的需要 契合他的机 所以啊 我也是想多接触年轻人 了解他们需要什么 因为我们佛法 也要靠年轻人来承转啊 假如我们团体里面都是老人啊 那都没有年轻人了 这断掉怎么办啊 所以我今年八月 我们就有办一个 从十六号到二十四号啊 办一个大专的 汉学讲座 里面有辱世道的这些教会 大家一起来参与 我希望更多年轻人啊 得到我们五千年老祖宗的智慧 你们越来越好了 我们的未来才有希望啊 那下面提到了 请问能借鉴什么方式和理念 来办好青年团的活动 后面挂号说 解释给法师了解目前青年团的计划 我们第二次配合 默契还在培养中 一定会越来越好 好啊 那佛陀的故事要拉回来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怎么从佛陀这个故事 体会到他做人做事 然后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你听一个故事啊 就有一个故事的受用了 你听一个故事啊 就得到一个故事的利益了 那你就会越学越想学了 欲罢不能了 好 好 所以我们可以啊 针对年轻人现在 他的学业 家业 事业 有针对性的去安排一些课程 去安排一些课程 去他们的机 大家都得力了 更愿意来了 而且啊 现在人少啊 没有关系 都好 人少了 那我们 大家 互相切磋 互相学习 你现在人来多了 狄伦你照顾不来的 是吧 对啊 顺其自然 一切随缘 我们才五个人 你就想到 佛陀当时候 一开始也是五比丘 也是五个人而已 最后五个人变成什么 佛法红传到全世界了 二人同心齐力断经 两个人一团结力量不得了 所以不再人多 那我们五个人 大家互相帮助 我们成长起来了 再有人来 我们提升了 我们就能去帮助他们了 是吧 顺其自然 不然你一下人多了 你也照顾不来 再来 到时候真的照顾不来了 可以找我 是吧 为什么 你只要想利益别人 佛菩萨化身都来帮助你 不要担心 我们有后台老板 阿弥陀佛 佛菩萨同体大悲 他一定会来帮忙 那当然 团体要兴旺起来 所六合境 第一 见和同结 我们不随顺自己的想法 我们随顺佛菩萨的教诲 就见和同结了 其实 我们随顺佛的教诲 佛经的教诲 不是佛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佛所讲的内容 就是我们自性 所以我们顺着佛的教诲做 是顺着自己的真心自性去做 你依教奉行 你慢慢就会感觉非常的欢喜 因为那是跟你的真心相应的教诲 所以佛不是控制我们 拉着我们的鼻子走 不要误会 好 所以见和同结 建立共识 依佛菩萨的教诲 建立共识 第二 深合同住 我们来自于不同家庭背景 我们的行为习惯不一样 互相包容 第三 口合无真 言语 不要对立 不要争吵 无量寿经说 和言爱语 劝欲测净 讲话柔和 地址归说的 疑无色 柔无身 口合无真 亦和同悦 你看我们聚在一起 我有哪些喜悦的事情 跟你分享 大家一起成长 大家一起成长 彼此祝福 亦和同悦 再来 借和同修 我们团体里面有团体的规矩 家有家规 不能家就乱了 团体有规矩 我们一起守 这是借和同修 最后呢 立和同君 翻译比较简单 有福同享 有难同党 有这样的心呢 这个团体就很团结 好 那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有没有要提问的 好 现场有人举手 现场有人举手 您好 能听现场直播的机会 可以 那个郑总会发给你们 新闻成总都有 太好了 那平常 师傅有奖金的话 有没有一个具体网址 有显示 因为您飞不同 不同地方 会有不同地方直播 对不起我常常飞来飞去 然后咱们地址 不知道您在哪里去找 那个现场直播的 都是同一个平台 那个发通知给你 我最新的情况 在那个讯文成总都有 那个链接发给大家 大家就知道了 对啊 那个你一打开来就有最新动态 我现在人在哪上面会讲 当然我不会随便再跑 我也想 多一些安定 但是刚好负责一些事情 有时候你也不得不跑 我尽量不跑 好 但是我那个课是持续的 都会讲 不管我到哪里都会讲 你念一下 好 他所谓的知道命运 不是说你知道你的未来 那你就挺厉害的 知道命运是知道命运的原理 命运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了 那你就懂得怎么改变它了 所以他多读几遍了凡事讯 他就知道了 就好像了凡先生 哇 他给人家算命 十五岁给人家算命 你哪一年考第几名 哪一年考第几名 他一去考试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为什么都一样 因为那是他前世修的 前世造的 所以被算得很准 连他 什么时候去世 说他五十三岁 八月十四日 丑时 会离开这个世间 算到那么细 算他第几名 都很准 算他没有儿子 真的没有儿子 真的没有儿子 所以人 来这个世间 都带着你过去生的 善恶业力 你看你这一生会遇到 对你好的人 也会遇到对你不好的人 那个都是你过去生的业力 就像老和尚 他命只有四十五岁的寿命 而且他命中没有福报 但是他懂得 命运可以改变 所以他很努力的断恶修缮 利益众生 所以本来四十五岁 最后是九十六岁 翻一倍多 他的命运改了 所以你每天做的善事 都是把你的福报乘以二 你去算命 人家算不准你了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去给人家算命 还是算得很准 那要检讨 都让人家算准了 那代表修得不够好 转变不够大 你真的性格改掉 人家算命算不准你 所以他是懂得原理了 命运怎么来了 进一步我怎么改变 那就可以改变了 好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没有关系 可以继续探讨 麦克风给这一位 10 9 18 2 1 1 1 3 2 4 boxer um and i guess um in in that job it's um even though like meditation and mindfulness and stuff like that is coming into um sort of western medicine a bit more it's a lot a lot of the focus is on medication and using therapy um but i feel like sometimes it doesn't address some of the issues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with helping these youths and changing their lives and their destiny. so I was just wondering how we might introduce you know methods to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like the destiny their Mingyun like you know even though you know some of these kids they might be of different religions or different beliefs and we can't exactly introduce our own philosophy our own Buddhism towards them because it's not appropriate in that setting in it in another sense like just to make this question relatable to everyone if we meet someone who's in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like a friend and you know they're of a different they're you know maybe Christian or Muslim or something and you know it's not really appropriate for us to introduce Buddhist concepts to them how might we help them sort of yeah what what methods can we use to help them and before when Vera was talking about you know the really troubled youth who has the you know the mom who like left them and the dad who's and and that caused like behavioral issues and if they continue on those issues they'll go on and they'll commit more bad deeds etc which will change their life so that's sort of what I'm talking about like how can we change them you know trajectory of their life yeah yeah so they're they're all hospitalized like within the hospital setting so they all have very complex very a lot of issue cases yeah and very diverse cases you know even though you have therapy yes but they're there you know if you think about Western medicine it's a lot of focus on even though it is helpful I think it sometimes it doesn't address the issue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which is um yeah changing the yeah yes thank you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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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就得世界他是醫生他現在會被調入新的單位啊 啊 啊 這位就得世界他是醫生他現在會被調入新的單位啊 啊 他這個單位呢是要處理啊比較精神病患的醫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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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小都被父母亲遗弃的 所以为什么会很喜欢打人 但是他们很多背景都不是华人 也不是佛教 所以我们这个概念怎么样换一个形式 递上去给他们 因为他是想知道怎么样真正帮他们改变他们这些命运 因为很多就锁在医院 那边就是很苦 我们曾经有办过一次讲座 就是一位父亲 他的女儿得了抑郁症 然后他我们刚刚说随缘妙用 他遇到这样的事 他很平静地去面对 他去找很多资料 怎么来帮助他的女儿 后来他女儿好了 他又把他所整理的资料 跟这些经验 又供养出来 我们那次讲座就是他的因缘 就利益更多的人了 所以这个我会发给郑总 你也可以做参考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冰冻三尺 是非一日之寒 其实这个病人 来到你的面前 他的问题 可能都是几十年的问题 那几十年 你不可能一下子帮他解决 甚至于他不只是这几十年 还有什么过去生 他带来的业力 所以要多管齐下 不是成语说双管 双管不够了 多管 从他的身体 从他的心理 还有从他灵性这个部分 他可能有一些业力 你要做一些功德 帮他回向 帮他化解 或者他自己来做 当然化解得更好 那身体方面 当然他的饮食 种种 都比较是 对他有帮助的 你假如吃的东西 对你身体很有负担 也会影响他的状态 就是从身体 饮食方面 你看很多人 抑郁症的 他有时候都吃那些炸的 吃的自己很胖 都会影响他的心情 再来 能够多运动 就是人 精神不好 动得太少 动会生阳气 再来 多晒太阳 晒太阳是阳气 你注意看 心情不好 精神有问题的人 都躲在房间里 不愿意出来晒太阳 多做善事 会生阳气 动生阳 照阳光会生阳 行善 阳气会提升起来 所以有很多心里有病的人 他假如在那个环境 都是去做义工 帮别人 他也慢慢慢慢会好起来 所以从身体方面 还有从心理方面 他可能他的家庭背景 他心理上有很多放不下的 你可以引导他 放下心上这些负担 然后 我们都给他一些关心爱 对他的心里 会有帮助 其实世间有一铁药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是爱 不管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你只要把伤害他的这些缘 去掉 然后都一直爱他 他也会慢慢恢复正常 他不会恶化的 这个是从心理上 有一个 修兰博士 你听过吗 他用的方法很好 您可以参考 他面对 这一个 纵盛的精神病院 里面的人 他没有见他们 他就把他们的照片拿来 然后看着他们的照片 每天半个小时 念四句话 对不起 请原谅 谢谢你 我爱你 他就用意念 祝福这个人 后来这些精神重症的人 就慢慢慢慢好起来了 而且他不是一个两个 他做的实验是很多人 所以全世界他的书也很畅销 那个书叫灵极限 我不知道英文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那书很畅销 台湾都有 都有翻成中文的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祝福 像我们自己当老师 我要接一个新的班 我都念佛 几天前就念佛 给他们回向 后来见到我的时候 都挺可爱的 我也先做功课了 跟他们结这个善缘 所以你也可以 以你念佛 修行的功德 多给这些人 回向 他们会跟你结很好的缘 好 待会你也留一下你的意愿 的名字 我每次回向 也帮你的意愿 回向一下 有缘 都遇上了 我们结缘 因为我们学无量寿 今天就希望 同生极乐果 一切皆成佛 都是结缘 好 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我们到时候再讨论 你刚好遇到了 我们不能让你单枪匹马 这样太不够意思了 是吧 我变成你的 你的 拉拉队 智囊团 帮他出出主意 是吧 我们也非常敬佩 做这个工作 不简单 真正 很慈悲 很有耐性 去做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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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It's time to eat dinner 有很着急吗 其实不急 但是我觉得 从年轻人到我们 我现在也就有很多 那好 你 这个是长辈 对你们的一种慈爱 让他讲一下 是这样的我想 就在说的话 很多人 要么是年轻人 要么是年纪比我 和我差不多 或者比我大的 我们差不多都过了 半个人生 或者十分之一的人生 所以我们每个人 对我们的人生 可能都有 对很多想法 我现在提这个问题 是想 就佛法 就是说 毕竟是 从几千年来 都已经流传到现在 就有了很多的术语 我们的年轻人可能 可能不是那么多 包括我自己也不完全多 就我就在想 比如上周您谈到 就是说谈到 就是一个孩子的 那个女孩 她的母亲 就是说您谈到三个方面 还记得三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 身心灵 身心灵 对 我想讲灵 就是说如何修养 就是说其实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就早十年前 其实我就一直想 再回学校再去读书 我一直想 就是对自己的灵这一部分 再做一个另外的提升 但是呢 我觉得好像 对不起 我说话有点快 因为我是重庆的 没关系 现在也该快 但是心不要着急就好了 对 就是我就是想 对自己的灵这一部分 做一个更高的提升 而且我很想再回学校去 再读书 所以 就是然后 但是这个 这个题目呢 就是很大 所以我就想 如果法师 你在回学校读书 不就是希望提升你的灵性吗 对 那你不就以释迦牟尼佛 以老和尚为师就好了 不 因为我的经历 让我 经历了几个部分 所以呢 我也想 就是说我在提升这个过程当中 我可能还会想到另外一些东西 所以我想 将来 有两部分是我想要学的 第一个是健康 第二个就是灵性 就是我觉得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但是我们如何做才真正的有利于众生 对不对 这个我想我们在做的所有的人 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 我们的父母可能也会想 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就是说 比如我自己 我是没办法每天 就念佛 或者念各种各样的经 但是我认为我的心 已经具有那个佛性 所以我不会去念那个佛 但是我认为我的心 有那个佛性 就像您说的 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同样会在 就是说修行 对吧 所以这个灵性的提升 如何step by step的 就是我就想学这一部分 就是想 那个程德法师 你能够如果 你健康方面 去找好的中医师学 对 而且依照经典来学 对 皇帝内经 这个绝对不会做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是我们所有的皇帝内经 或者所有的经法 因为我以前是做另外一个工作 所以我就是想帮助年轻人 就是step by step to do 很好 对 因为我们现在的 我们中国比如五千年的文化 五千年的资料 其实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学完 包括中医 不用学完 你掌握钢领就好了 包括我自己 我想学中医 我不知道从哪儿学 你掌握钢领就好 我可以 我们有一位老师 现在就在讲皇帝内经 我可以把他讲的发给你 我知道网上也挺多的 所以我每次 因为本来工作也比较忙 然后各种事情也比较忙 所以我就是在想从哪一些方面 就是说 你放心 我给你介绍这个 都会剪的让你听得懂 好的 而且会掌握钢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有限的 我不可能跟你讲的太繁琐 提纲切领就对了 对 那你刚刚提的 可能我们或者年轻人 不一定懂这些佛教名词 所以需要培养弘法的人 弘法的人都能深入浅出 给大众讲 对 我就是门婆 我主要想的就是 比如中国 就是佛法里面有一句话 就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 其实我们都明白 但是究竟怎么生出来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就觉得 现代的 讲佛法的人 传地佛法的人 能否把它就是说 更明确的 让年轻人能够听得更懂 对 所以我见他们就是在锻炼我自己 谢谢 感谢 所以今天我就觉得我听得很懂 对 谢谢 对不起 今天担任时间 好 那 要提升自己灵性 开自己的智慧 你要找过来人 你不要去学校找 不一定找得到 我有一个朋友 他到学校去想提升灵性 他遇到二十几个教授 二十几个讲的都不一样 请问你要听谁的 所以老和尚当时候 他要学佛 他的老师方东美教授告诉他 佛法不在佛事 在经典里面 引导他 深入经典 而且你看 他有心血 马上感应 就遇到四大活佛之一 张家大师来指导他 所以我们现在你真的要提升灵性 你要深入佛经 然后呢 让老和尚来教你 老和尚四十九年讲 不是四十九年 六十二年 讲得很圆满 你该学的经他都讲过了 你真正在学 他老人家讲经过程 有什么问题 就问正种贤抗力 问我们法师们 当然需要我的时候 我也很愿意 跟大家再探讨 我们很有福报 遇到佛法 遇到老和尚 绝对 我们肯学 这一生一定会有成就的 Don't worry Be happy 阿弥陀佛 好 那今天先到这了 不然大家肚子饿了 阿弥陀佛 师父 Thank you so much 给我们喝不可以回向 回向一下 好 那我们就直接念吧 念回向 站起来回向 稍微站起 好 用妹妹就好 好 问信 起 愿于此功德 专严佛净土 上报是宠恩 下祭三独库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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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祢 吻训 祢 理谢法师慈悲开示 鼎礼法师三拜 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回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